大叔 3 2 1 天氣真好 看來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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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各位觀眾朋友們 終於今日 讓我盼得今日 那一個神秘的行程 到了 今天我要幹嘛 彈跳 對 他講的差不多 可是 最主要呢 今天我們要來 高空彈跳 就只有我還有小羅 其他人呢就是來看熱鬧啦 我們的綠茶呢 沒意外就是我們的攝影師 耶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呢 蒙人 他是我好朋友 我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他 所以學弟 對啊學弟 我還記得 這一次的路程至少有49 還是60幾公里吧 對啊 還兩個小時去了 超久 然後沒想到這一次跳網 再過個兩三天我就要去日本了 這是剛出獄的 剛出獄的 剛出獄的 我很想要聽你在軍中四季 你知道你還有一位學長在這裡嗎 誰 對啊 他是資源椅 軍中火車好吃嗎 難支持 我們不先出發嗎 我們要騎三個小時耶 兩個小時 現在過去都兩點了 好了各位觀眾朋友們 那我們就先過去我們的目的地了 好不好 今日我相信是一個非常充實的一天 也會非常讓我驚豔 絕對是一個人生大體驗 我們就過去吧 Let's go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突然很不停 現在我們已經快要到了 好像沒有Seven 哪裡啊 安和路左轉上去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山路了 這一騎又是32公里 騎完這個32公里 差不多就會到我們的大漢橋 我們最後的跳橋的地點 都市人還知道這些叫做樹嗎 沒有啦 我們就等下看有沒有休息區 就是看有沒有Seven啊 買一些喝的 不然的話真的會渴死 因為到現在我也還沒喝過任何一個冬 繼續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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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直接報名的話也是可以的 我不要 我不要 不可能的是 陳某人 陳某人 可以直接報名耶 他全來跳這種東西 你看掉下去多high啊 不要好可靠喔 我腿軟 各位這裡就是我們的桃園大漢橋 終於我們要來跳我們的高空坦跳了 我不得不說這高度真的讓人家覺得非常的興奮啊 來這裡可以報名喔 我必要 好兄弟一起跳嘛 我必要 好可怕 誰弟要跳嗎 他跳他跳 你有抱 你有抱 哇你也一起來 可以來 三個號碼 四六 最後一個 OK 壓軟 幹 沒有電啊 先把 你的帽子也要拿下來 你自己拿來風 我可能在後面跳 只是沒想到明明前面都還有其他的橋 可是偏偏選在這種偏遠的地方 為什麼要走那麼遠呢 該死了 這32公里 你知道我屁股都快爛掉了 全部人的屁股都快爛了 我覺得這邊快要有那個座窗了 你知道嗎 現在請問你的心得感想 目前 我剛跳完了我覺得好棒喔 沒有說笑的 連跳到還會開始跳 還在撐裝備啊 繼續等待一下 心情現在如何 很興奮 這位選手 請問一下心情如何 原本還好好的 現在開始緊張了 現在感覺如何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拿下去你就知道 感覺了 不要讓我 讓我LINE 抓他再 大家坐好後肘 我們靠裡面一點會比較輕鬆 好 謝謝你們 放掉了可以了 這個第一點沒有說很高 可是 我認為這算是我們的 第一步你知道嗎 沒有很高 你在跟我快玩笑 真的還好 國外的 國外的真的是 我會帶你們去玩跳傘 在飛機上 欸欸欸欸 帶我們去 會幫我們出錢啊 等見識我大紅大子 就幫你們出機票 都知道靠邊 跟季頭講講話嘛 住哪裡 住花蓮 上次有一個跟我講 住家裡 住家裡 誰不是住家裡齁 我沒有你上去的畫面 再不用電話去 好 我要走咯 還沒啦 等車過來齁 好玩嗎 好玩 好 放掉就可以了 好 這邊 鏡頭咧 Yeah 雙手平身看一下鏡頭 有話要說嗎 我說 等一下 倒數3 2 1 天啊 OH MY GOD 就快換我 剩下我還沒跳 不喜歡 球哥 記得扣哪裡嗎 蛤 這裡 不要扣錯喔 我有一条 特效難準 小心 小心 看我 站直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喔 大聲說出來 可以嗎 應該可以吧 2 3 2 1 OMG 我的心情好痛喔 卡到了 卡到了 這感覺真的好妙喔 2 3 2 1 再來再來 卡住鐵看 好 放這裡好了 右腳往後看 好狼狽喔 你好狼狽喔 怪怪喔 站好 好陡喔 好可怕喔 恭喜你 髮型不能亂 不行喔 哇 我現在真的在抖耶 好可怕喔 我好像做了一個 一個很不得了的東西 恭喜你 挑戰成功 你知道 高空彈掉了 這種東西就是 不做不會怎樣 可是做了會很不一樣 那跳下去的那一瞬間 真的超懸空 快要到底的時候 你才會不會感覺 瞬間我的蛋就快爆了 超痛 真的還蠻痛的 而且它剛好勒在我那種 很尷尬的地方 我現在腳還是有點抖 你知道嗎 真的 平復一下心情好不好 我們先去拿個證照 走吧 其實這一個 高空彈跳 我是本來是要預祝 是9萬的訂閱突破 那當然 我在這邊先預祝我 公快到我們的10萬訂閱 這樣的挑戰結束過後 我們下一個極限挑戰的話 就是要來去玩跳傘 對 這一個是我的第二個目標 我們就 回家吧 這個沒在高空彈跳的在硝爽啊 他剛剛還拿假證書 在拍群組講說我跳 你知道嗎 72公尺高而已 就過去了 現在還來得及 你可以不用穿這樣 防護措施直接跳下去了 3千塊就沒了 可以的啦 這比打碗還貴 啊我們現在回去也是拱門了 所以我沒有帶錯路啊 還有 他來的時候沒有經過拱門 他說有啊 我們來的時候就經過鋼的拱門 根本不是這一個拱門好不好 他就整修了啊 你機車店旁邊那個拱門啊 莫名其妙 我就直直行走到大溪 超白癡 我們來到了大溪 所以明明就沒有經過大溪 不知道為什麼回來 就經過大溪了 我見比較快嗎 我見比較快啊 沒有 剛剛我們講說 給蒙人帶路 我們等一下去抓魚 去抓魚 他就想吃豆干 超白癡 完全拱 我不知道怎麼回去了 給他帶路 走吧 這一家呢 是蒙人推薦的 他說樹林的 比較好吃的一家 可是樹林那天倒了 他今天好吃就還會倒 你不是真的有點危險嗎 可是樹林那天倒了 這一個地區也還蠻妙的 三角地帶 本來呢 預估我們是想說 兩點玩完高空彈跳之後 趕回去可以玩 Pokemon Trading Card的線開賽 我後來才看到 原來我們騎的公里 說要63公里 要騎兩個小時 才可以回去 所以我篤定 沒辦法在高空彈跳完之後 馬上回去 我更沒想到 我們竟然還迷路到大溪 現在在這邊吃東西 晚餐的話 現在的時間是5點15分 一整個今日的行程 說充實嗎 是充實 可是大多數的時間 就是在騎機車 假設有任意們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我們今天的行程 去去去就沒了 就是這個該死的車程 我們來點東西來客吧 我們是13個就是最高 第一次 請問到你介紹 因為今天假日才我們13個 我們吃飽了 十分我只給他 七點五而已 我們吃飽了 現階段我們就先離開 我們要 我想要先去一客館那邊 買個兩包卡包來抽一下 現在我們還在八等 我們要回去 需要一段時間 Let's go 各位 回來 家中 來去做最後的總結 今日真的花了大多數的時間 在騎機車上面 而雪兔呢 有保守的去計算一下 騎機車所花的里程數 143公里左右 還不計我們不小心 迷路到大溪那一段路程 去大罕橋那一段山路 真的很危險 因為它的路 基本上就只夠一台車 加一台機車經過而已 兩台汽車如果要同時過那個路口的話 勢必一定要有一個人先buck 等另外一台車過來才能再繼續 開下去 他們沒辦法一起會車 無法 也很開心啊 在這一次 我們挑戰成功了 其實我本來當下要跳下去的時候 我是想要講說 我想要趕快10萬訂閱 可是我發現我站上去的時候 我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想不了 我只是覺得好恐怖喔 如果可以穩穩踩著我 到時還可以講出一些帥氣的句子 可是我很怕 站在一個不平穩的橋上 我會一個不小心 就是個 我想要 然後直接掉下去 我很不想要出現這種很糗的狀況發生 所以我就只好 摒棄陰神的 等著教練講321 直接跳下去 我買了三包SM2的卡包 來試個手器 然後想了解到自己 到底是否可以抽到 疊疊 如果能的話 那我蠻希望可以抽到我們的 仙子 就是一部仙子 今天我覺得那一隻也很強 第一包的閃卡有幾張 一張而已 枯木林 可惡阿 第二包 先看這個 序號 欸有兩張閃 龍 鳥 鯨魚還有 喔有mini Q欸 最後一包了 阿一張閃 第二張mini Q 各位觀眾朋友們 明日的話 應該會早上去刷卡 然後下午要上課 這次我一定要去上課 我不能再不去上課 我真的很 我不能再睡過頭了 如果 我明日再睡過頭了 我一定還是要去學校 然後我會摳老師跟老師講說 老師我可以請你喝一杯咖啡嗎 我想想給你當面賠醉 對不起我睡過頭了 面對每一次的錯誤一次比一次還要好 這才是我們做人的本質阿 加油 學兔加油 不要輸過頭 好啦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學兔 藉由這一次的影片 會不會想去高空彈跳 如果想要去跳的話 你們直接打桃園高空彈跳 就可以找到相關的資訊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在下方留言給學兔每一則我都會看 喜歡學兔記得 給這一部影片 對學兔的勇氣大力的按讚吧 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們 讓他們知道 高空彈跳其實也不錯的 為了自己的人生勇敢一次 不做不會怎樣做得很不一樣 喜歡的話記得 也要訂閱學兔喔 那我們就明天的Vlog再見囉 各位 掰掰 掰掰 ake人 Fu wat 出啟 槌 是 可